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一篇关于全球下沉最快城市的报道 洪水、海滴被吞没的建筑物让人触目惊心 赖霍尔被评为全球下沉最快的城市是印尼首都雅加达 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 雅加达北部地区从2008年到2018年足足下沉了2.5米 每年的下沉速度达到25厘米 而整个城市平均而言,每年的下沉速度也达到了1至15厘米 是全球所有城市中下沉速度最快的 雅加达下沉的速度如此之快 以至于几乎一半的城市面积都位于海平面以下 当地居民不得不建起高高的海滴 一些海边的房子在十年前打开窗户就能直接看到大海 但现在只能看到一道海滴 虽然海滴阻挡了海水的倒灌 但它无法解决内涝问题 由于城市下沉和海平面上升 雅加达的洪水一年比一年厉害 现在的雅加达情况比2018年更糟糕了 所以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 他们通过了一条法案 决定迁移雅加达将这个拥有105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迁移到2000公里外的婆罗洲岛上 该法案将从2024年开始执行 迁都的原因有很多 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确实就是因为失控的城市下沉 让城市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然而去年4月份 一天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杂志上的文章显示 现在中国的天津才是目前世界上平均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 全球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 这项研究由美国罗德岛大学的地球科学家马特为 Metway主导 他和他的团队统计了来自六大洲不同地区的99个沿海城市的下沉情况 是目前唯一一个覆盖全球的统计 由于海洋贸易的优势 现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 人口最集中的城市基本都是在沿海地区 所以这99个城市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 他们利用两颗欧洲卫星采集2015年至2020年的城市高度数据 主要就是通过卫星向地球发射微波信号 然后卫星记录这些波反弹回来的数据 以此确定高度 该团队声称这些高度测量精确到约一毫米 二 数据结果显示 所有99个城市中有34个在这五年里下沉超过5厘米 平均每年下沉超过1厘米 而其中下沉速度最快的是中国天津 而且是所有测量城市中 唯一一个超过5厘米年的城市 达到5.22厘米每年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尼亚加达 在这个榜单中排行第三 3.44厘米每年 城市的下沉是有破坏性的 它可能会破坏建筑结构 但是对于沿海城市来说 它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 那就是洪涝灾害会显著增加 而且根据预测 海平面将在2050年上 再升高20至76厘米 如果一座城市每年下沉超过5厘米的话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为什么天津会成为下沉最快的城市呢 而亚加达现在却变得下沉速度没那么快了 为什么天津下沉如此之快 一项关于纽约下沉的研究指出 纽约建筑物的重量达到7620亿公斤 这是纽约严重下沉关键因素 三 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城市是如此 城市建设让土地的上方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地表下的物质因此被逐渐压实变薄 因此表现下沉 这个过程被称作沉降 全球几乎所有城市都无法倖免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来说 每年只会下沉几毫米 那些沉降特别厉害的城市 基本都是在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之所以会下沉更加厉害 一方面是 它的城市建筑往往更重 经济发达 另一方面是 这些城市往往还建造在古老湖床 海床上 地表以下是较为松软的棉土框 天津就是如此 93%的土地面积都是在堆积平原上 所谓堆积平原 就是由河流长期冲刷形成的平地 天津以前其实就是海洋 它变成平原的时间并不算长 据信在这轮第四季冰川期中 整个天津的大部分时间都还在随气候变化 在海洋和陆地间切换 所以天津的土地相对来说会松软一点 这是天津现在下沉厉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天津城市的下沉问题 并不是最近才爆出来的 长期以来都是如此 而且是比较受关注的那种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就是人为因素了 关于人为因素体现在许多方面 而其中最主要的对地下水的开发 地下水的开采 导致土壤曾像海绵一样失去了水 变得更加松软 我们前面提到的 雅加达现在下沉的不是特别厉害了 主要就是他们现在加强了对地下水开采的严格管控 另外就是地表下的土壤已经被压缩的太多了 已经变得比之前厚实了 最后这里还要提一下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并不是城市沉降的全部原因 实际上城市沉降有时候会让人完全难以理解 研究人员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解释 比如一个冰期之后发生的土壤冰河后松弛 再比如一些地下气体的释放等等 或许天津也有一些其他什么原因 让它成为了全球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 感谢观看